弥勒佛目光沉静,端坐连台讲法,惊动凌云的梵弓之前,飞天翱翔九天,菩萨呈思维状,沙弥宁神听法,一派佛果极乐景象,在由巨大囚墓幻化而成的洞窟里,这些精美的敦煌壁画和彩塑,仿佛从银瓶中扑面而来,让人触手刻机。 这不是时空穿越,而是记者抢先在敦煌墨高窟游客中心体验到的3D数字球目电影《梦幻佛宫》,在20分钟的时长里,影片将墨高窟最具艺术价值的7个代表洞窟进行了全方位展示,每一幅壁画,每一尊雕塑都毫发避现,栩栩如生,让人如临其境。 该影片是敦煌研究院数年数字技术研发的成果,拍摄和播放系统融会了国内外一流的技术,也是即将开放的敦煌墨高窟游客中心中的重头展示影片之一。 据了解,这种从科技馆借鉴来的体验式参观形式的推出,标志着墨高窟的游览方式将发生重大变革。 由现在单纯的进洞参观厅讲解,变为现在游客中心了解其历史背景,观看高清影片,然后再到实体洞窟参观。 据了解,敦煌墨高窟游客中心开放后,新的参观模式,一方面能够增强参观效果,让游客通过数字技术真实了解更多的敦煌历史文化和佛教艺术信息。 另一方面,游客进入实体洞窟后,讲解员更有针对性的讲解,减少游客在洞窟内逗留时间,从而降低对文物的损害。